你先去签合同 我去集市拿花瓶 别想离开我 要去一起去 也行 那一起去个洗手间 金荣无语 您好 金先生 久仰大名啊 金荣敷衍地和他回窝了一下 顺势递给洛宇一个眼神 后者心领神会 李孝自然没错过他们交换的事件 万了万唇什么也没说 转身走进了办公楼 有洛宇跟着 金荣也小小地松了口气 不多时 金荣被黎三邀请到会议室 订单合同已经打印出来 摆在了桌上 然而他也没想到 就这么几份破合同 黎三这个土匪拉着他 不间断讨论了四个多小时 等会议结束 那只花瓶也被南新双手奉上 还附赠了两百万的佣金 而这个时间 李孝已经返回了南洋 金荣看着手里两百万的佣金支票 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这小孩把洛宇也给策反了 晚上九点 一架小型商务机 抵达了南洋国际机场 季小姐 阿杰已经到了 我刚刚问过工厂 三爷和晋先生还在开会 嗯 明天安排人把洛宇送回来 其实洛宇没被策反 而是在工厂的洗手间里 被李孝给敲晕绑了起来 倘若他实话实说 李孝也不会对他动手 奈何 洛宇一口咬定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还不停地劝说李孝 让他留在文西岛养伤 他越是这样 李孝就越是反其道而行 四十分钟后 李孝的奔驰车 出现在了南洋公馆 李孝脸神踏进客厅 脚步清浅地来到客厅入口处 一阵交谈声 徐徐传来 小颜没什么坏心思 他凭借一己之力 当上了南洋秘书处的副秘书长 论能力和人品 至少说明他比你强 萧夫人既然认为他能力出众 那么 在凭借一己之力 重回南洋副秘书长的职位 应该也不是难事 那是自然 所以我这次送他回来 以后你们就各凭本事 另外 我也要给你一句忠告 别再妄图伤害他 你也说了过凭本事 即便受伤 也是在所难免 说得也对 毕竟你也不是没做过 手认自己弟弟的事情 沉寂持续蔓延着 像一堵墙 隔绝了外界的一切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也想起了你弟弟 当时死得有多惨 手断了脚断了 血淋淋的一滩 还真是让人过目难忘 听起来确实很难忘 咱们 就 或设置